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169页 第24院 莲花化身院 我们念一下经文 十方世界 诸众生类 生我活着 皆于七宝石莲花中化身 这是第24 莲花化身院 清净受生 没有生苦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是胎生 胎生之苦 苦不堪言 我们每个人都受过了 大家有没有见过 哪个人生下来是笑的 都是哭着来 因为这个 胎生之苦啊 一定是苦不堪言的 母亲辛苦了 孩子也辛苦 但很健忘了 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所以佛在经典里形容 神世去投胎啊 是跟父母前世有缘 所以他才找到 一般讲 恋父 跟父亲缘比较深 转女生 恋母 跟母亲的缘比较深 转男生 这都有缘在里面 缘很复杂 那佛高度智慧 复杂的都能归纳的 很简单 约归四大类 成为一家人 缘分大分的 这四类 第一呢 是报恩 儿女啊 是来报恩的 天性就很好 孝子 贤衰 对父母 照顾得很周到 很孝顺 我们上一辈啊 报恩的不少啊 那个上一代人 武力父母啊 你在街头巷尾啊 很难立足了 第二呢 过去世是冤家对手啊 他来报恩的 那这个小孩 长大之后啊 会搞得家破人亡啊 第三 是来讨债的 有债务上的纠纷 如果父母欠他的少 大概啊 三岁五岁啊 就死了 讨债完了 再讨完了 他就走了 如果欠的多啊 可能到十几岁 二十几 二十岁大学毕业 博士学位啊 刚刚拿到 他就走了 这么多年的 培养了 在 还清了 他走了 这类的儿女啊 都是很可爱的 也很听话 父母很喜欢 他讨完了 就走了 第四呢 还债的 他前世欠父母的 这种人呢 对父母呢 没有恭敬心 但是对父母的物质生活啊 他会照顾到 每个月会送生活费用给你 他对父母欠的多万物质生活 他供养的很周到 很丰富 如果欠的少的 每个月日子 每个月日子过得去就算了 不会给你多的 纵使他发大财 他大富 每个月给父母的 还是有限 我们看着老儿上分析这四种关系啊 在座有没有当父母的听到这里 看破 放下 他都这么有钱了 给我供养才一点点 一下子释怀了 本来耿耿于怀好多年 所以听经文法的好处就是 看破 看破就是明白了 明理了 这个 我在那钻牛角尖呢 不想不通 因为他欠的少 所以语言是 报恩报怨 好债还债是种 可能 有亲人 子女 很早就离开的了 内心里啊 时常都想到 一想就很伤心 听完这一段 都该放下了 那我们知道啊 人跟人是这四种关系的 那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啊 那我们不跟人家讨债了啊 那冤冤相报啊 没完没了 我们 好债都把它转成了 报恩 这才叫冤清平等嘛 不然去哪里念平等呢 我们无量寿经也不能白念啊 尤其这个经题 清净平等诀啊 总要念相应咯 平等心就从冤清平等 你看佛门这些词都很有味道啊 冤排前面 冤清平等 身佛不恶 众生排前面 这样才能练出 平等性 才能跟辅贤行相应啊 辅贤行第一 礼敬诸佛啊 平等的礼敬啊 遇到人家草债 欢欢喜喜 还给他 不要纠结 说不定他还给你打八折 那还债 那我们就痛痛快快就还 借由这些缘呢 把它转成法缘 那这个就更有意义了 本来是来抱怨的 你学布袋和尚 笑口常开 大度能容啊 都不跟他计较 就像那海鲜老和尚 人家给他 这个 这个 骂他 骂得很凶 那口水喷他一脸 他说就当帮我洗脸 打他一巴掌 当帮我烧痒 真有这种修养啊 等到他讨在 讨得差不多了 被你感动了 就能转这个缘分的 我们今天已经 学了五六寿经了 跟一切众生的 极西方的缘 为人演说 好 人家恶意对我们 我们都不生气了 那这些跟你 有这个恶缘的人 跟你相处久了 哇 这个世间还有脾气这么好的人 这么柔软的人 原来是跟静空老儿上学佛 你就给老儿上脸上贴金了 给佛不赛脸上贴金了 这缘都能转 都把它转成法缘 缘分很好 来报恩的 可不能搞情子 难舍难分 这也是一个挑战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迁 所以缘分好的亲人 不能贪爱 要珍惜这个好的缘 同生极乐 下一段 老儿上讲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止兄弟 亲戚朋友 都是这四种关系 亲戚朋友的缘分 比较淡一点 没有在同一个屋檐下 比较淡一点 能成为一家人 是生的缘分 也很复杂 此事阿弥陀佛看得清楚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不用胎生 莲花化身 这才没有家亲眷属 感情的负担 我们这四十八院 这样学习过来 你看每一院都是 弥陀 非常慎重周全的考虑 你看喜乐世界 大家长得都一样 我们想一想 这一生 因为长相生了 多少次烦恼 可能刚刚 昨天还生了 现在有年纪 中年以上 看到人家皮肤这么好 酸酸的 你看 这酸酸的也是烦恼 甚至于还得买很多保养品 都是烦恼 你在搞半天 包含 你看这一院 莲花化身 这也是考虑得很周全 没有家亲眷属 感情的负担 是吧 到了极乐世界 假如不是莲花化身的 说哎哟 我是他生的 这个都有分别性在里面 感情的负担在里面 所以这种构想设计 非常巧妙 把世俗的情爱 爱欲 都用这个方法化解了 所以西方才是一个清静的世界 我们在经上看的九品莲花 无不清静 西方莲花化身 诸位忍者 我们都有发愿求生净土 不知道我们西方那一朵莲花 最近长得怎么样 这个是最重要的 阿弥陀佛 时间到了就拿那一朵莲花来接我们 古德告诉我们 具体皆是最圣秘密吉祥 体呢 是莲花 体是能生的 极客世界 这个身体是从莲花生出来了 莲花化身的 莲花是七宝 这个秘密 是讲深密 理与世都很深 极乐世界一阵庄严的 为佛与佛 乃能知 深闻一节 师佛自 敬其神力 莫能称 这极乐世界 这极乐世界 这是深密 理根世都很深 不是一般人的 能理解的 这是莲花化身愿 若不讹者 不取正觉 那这一句 总结 这一段文的三个愿 所以也都啊 圆满成就了 好 我们再看 接下来的几愿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明智 欢喜信药 礼拜归命 以清净心 修菩萨恨 诸天是人 莫不自尽 这一段文呢 是第二十五愿 天人礼敬愿 若闻我明 寿终之后 身尊贵家 诸根无缺 这是第二十六 文明得福愿 常修殊胜犯恨 若不讹者 不取正觉 那这一句 是第二十七 修苏圣行愿 那这一段 这一段经文 共有三愿 也是文明 也是说文明功德 但是比不上前面 苏圣 前面文明 皆往生极乐世界 此之文明 还没打算 生极乐世界 没有求生 净土的意念 换句话说 他不想往生 不想往生的 念佛人 得这些果报 所以由此可知 文明 一定要发大心 大心就是菩提心 求生佛果 当然这个发菩提心 这个不止自己求生 也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往生 极乐世界 静修节要三十二拜 一心代位 生生世世 即现在身中 父母 师长 六亲眷处 冤亲等众 这冤亲平等 我们读这个 静修节要到 随文入关 顶礼三宝 求哀忏悟 普代法界众生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同生净土 同缘总之 尤其我们学习四十八愿 最重要的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形同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学四八愿 的目标 你看每一段经文 开头都是十方众神 包含一切众神的 你看那个决心 若不合者 不取正觉 无量寿经文 有一句经文 一切皆臣佛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所以这个是 文明 然后发大心 极乐世界 小成人 往生不了 心量不够 都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那求生佛果 不退成佛 这是无上菩提心 欧威大师 有强调到 这个求往生的心 就是菩提心 真性 切愿 显安大师的 劝发菩提心文 也提到了 念求生 敬福 这是菩提心 不想再搞轮回 念离轮回 念离说普 愿生极乐 这都是菩提心 这一段经文 所说一类文明的人 修学静忠 没有发往生的大心 当然我们读这个文 我们都要反观 自己这个 菩提心发了没有 求愿的心发了没有 或者 虽发大心 他不是专修 听说禅不错 去禅几天禅 打个禅期 学密也不错 去念几天做 这就不行 这是杂修 我们看六度里面 精进 没有杂进的 精进 专心才能深入 那挖井 挖了好几口 挖不到水 专注挖一口井 就挖到水 所以 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这是佛的 这是佛的焦躁 要专精 专修 虽然对净土不怀疑 但是修杂了 也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 静中的往生 一定要心清静 心静 佛土静 这样才相应 心静则土静 心不清静 不能往生 念佛不求往生 只能得此处 所讲的三种福 现在一段一段来研究 愿文讲十方众生 这个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我们在内 而且要当做 这个48月 为我发的 这个感恩心 珍惜的心 会更强烈 我们念佛 若往生 这些福报 是一定可以得到的 如果这些福报 得不到 佛不就是妄语吗 所以阿弥陀佛 也不能成佛 所以这些都兑现了 所以阿弥陀佛 已经成佛了 念佛人 即使不能往生 也得福报 这是应该晓得的 所以帮助大众 能闻弥陀圣号 也是功德一见 所以我记得初学佛 我们到静中学会 都会拿到 可以贴在这个车后面的 南无阿弥陀佛 每次开车出去 都挺高兴的 一定会有人停在我后面 他们都能闻名得府 好 那闻我明智 欢喜幸悠 这个老上进一步开解了 明智 包括净土三经 或者我们现在讲的五经一论 明智 明智都代表了 因为明智是题目 像做文章一样 五经一论是内容 如果不深入研究 你要深入研究 五经一论 这样对于 弥陀佛名号 功德不可思议 才能有比较深的体悟 所以明智功德 你不深入的话 你不知道 明了之后 真正升起 欢喜行人 这个妙法 被我遇到了 妙法信天文 因常念佛而生喜 夏年居了就是 认识念佛法门之后 高兴了好几天 把他书房改成欢喜灾 高兴什么呢 我终于出得去了 可以出轮回了 那信要 要是爱好 对于经论的 对于羞耻的方法 相信而不怀疑 很喜欢 礼拜归命 归命呢 即是以生命 进行受归依 归依阿弥陀佛 最近这几年来 同学们发心 在此地受归依 都是归依阿弥陀佛 归依三宝 礼上的三宝 自信三宝 是归绝 归正 归静 尤其六祖残经 六祖诈师特别 谈 这个归依 自信 绝正经 应该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离我们 一千多年 大家归依 可能都浟在像上的 不知道实质 而自信 归依 注释三宝佛法身 佛表自信觉 法是经典 表自信正 身宝 表皈依自信静 所以绝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难 这是自信三宝 注释三宝就形象上说 我们的佛宝是阿弥陀佛 我们每一天要绝而不迷 觉悟 理智 不感情用事 法宝是无量受精 我们思维是情 一言一行 一无量受精的教导 都是正知正见 正而不邪 身宝 是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这两位菩萨做代表 如果再多一些 那就是无量受精 与阿弥陀金 续分里面 所列的诸菩萨重 诸生文重 都是属于深宝 所以形式上的三宝 是我们修学的榜样 我们要发愿 以阿弥陀佛做榜样 跟他学 不是往生极的世界 才跟阿弥陀佛学 现在就要 跟他老人家学了 学的跟他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供养阿弥陀佛 看到阿弥陀佛 我们一看到彩画的形象 或者木雕的形象 看到了 提醒自己 我要照他那个样子来修 他就是一个模型 照他那个模型来塑造自己 把自己塑造的 跟阿弥陀佛一样 从哪里修起 从无量寿经修起 我记得初学佛老上讲 要把无量寿经 变成人生的剧本 照着做 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的全体 全身 全心 全愿 全形 经典的 就是介绍他老人家 老上这么教我们 我们照做 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同学 哪一位忍者说 我要照做 这一句做不了 有的话可以提出来 假如没有的话 那我们得赶快照做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缮 今天是2024年1月3号 我们迎来新的一年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这个复始 假如用佛法来看 一谈到复 就是恢复 恢复什么 恢复本来 阿弥陀佛 其实我心 我心 其实阿弥陀佛 所以老儿上这一段话 在我们 2024年刚开始 我要恢复我阿弥陀佛的 本来面目 怎么恢复 照无量寿经做 改往修来 身口意跟无量寿经不一样 要改掉了 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等 我们愿意效法 阿弥陀佛是做得到的 如来所行 亦应随行 这部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的行词 我们应该 跟随他的脚步 效法他 众修福善 求生静差 我当说 听老儿上说 无量寿经当剧本 特别高兴 因为我文笔太差了 也写不出这种剧本 现成的 尤其这一本剧本 一开始就是 德尊普贤 第二 所以普贤行 是修行的重点 48个月里面 好几遍 修菩提恨 行 普贤道 我强调 又修 普贤行 普贤行 落实在家庭 落实在 工作 落实在 处事 在人当中 真管用 第一个 礼敬 诸佛 这一切人事物都 礼敬 敬人整 人很敬之 人际关系会很和谐的 称赞如来 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 然后 别人的缺点 可以分辨 但是不放在心上 而且看到别人的缺点 见人之师 如己之师 怎么找机会 误念他 帮助他 广修供养 跟大众有缘 能尽多少力 毫无保留去做 在忏悔业障 随时 经历什么事 反省 下一次怎么做得更好 或者 跟人谈完话 刚刚有没有讲了不妥善的地方 都能及时的反省 这个就是万象更新 日新 又新 当至端生 当至端心 耳目口鼻 皆当至端 这无量寿经 其实都在指导我们的修行 身心静解 与善相应 好 所以 所以 主行行 就是生活 那 老和尚接着说了 修行 学的方法 第一阶段 是 俗读经文 了解 经意 第二阶段 是 如说 修行 每一句经文 我们都要落实在 日常生活中 学习怎样 把它做到 使我们自己的 思想 见解 行词 跟经上讲的 一模一样 当时候 听到老上 讲无量寿经 哇 这些思想 见解 都是 大慈 大悲 我们看了 很欢喜 为什么欢喜 跟我们的自信相应 其实我们自己 起心动力 一言一行 跟自信不相应 自己身心就不是很舒服 这个我们自己 可以去感觉 观自在 不上 观自己的自信 在不在 老上有说 能够落实 百分之百 上品上升 百分之九 上品终身 以此类推 最少要做到 百分之二十 我们现在能够 下决心 每一句经文 都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这样坚持去 做 那是决定往生的 好 所以这样学阿弥陀佛 你就成了阿弥陀佛 所以要依照经典 修正自己的 身与意 三叶行为 所以此经 就是法宝 最近跟大家 大家也在强调 我们听经是熏悉 其实我们谈话 我们都有一个态度 不兴事与要再争论 这是无量寿经的落实 那我请问大家 当你谈的每一句话 都跟大臣经典相应 你有没有觉得 谈着谈着精神都越来越好 得诸佛如来加持 那请问你在说话的时候 有没有在熏悉 比听经的效果好 比方说这一段忆理 你自己讲一遍 可能印象比你听十遍 还深 对啊 不然 有同学生烦恼 我家里有事 这个单位又有事 都让我没时间听经 念佛 养成习惯 一思维 一讲话 一办事 都是依无量寿经 依老上教诲 你的熏悉是没有间断的 心中要有佛法 要有无量寿经 所以这是真正皈依法 真的这么做了 心不会累 你反而越做事越增长智慧 佛法越用越灵活 心不累 身体可能事情都会累一点 睡一觉 精神就回来 假如心累的话 睡觉的时候还做很多梦 那都很好能量 经典的教训 假如没有做到 不算皈依 这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所以要把它做造 好 身宝 所表的是六根清净 一尘不难 所以要学大四次 菩萨的理智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永不便宜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那是不假方便 不用其他的方法 就是六字鸿鸣 自得心开 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不度 悲至双运 用理智来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 不是用感情 用感情帮助人 会生烦恼 用理智心地清净光明 帮助别人 不生烦恼 是自在的 所以我们 假如帮人越帮 自己陷到事里面 然后越来越烦恼 可能还是有感情用事在里面 还得总结总结 这个 经一世 我们要长一住 好 这神宝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今天 皈依的三宝 跟一般人讲的 不相同 我们的法名 是释迦摩尼佛说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是这个样子 说婆世界的众生 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 在西方世界做佛 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 都称妙音如来 经文上说的 同名妙音如来 所以我们皈依 都用妙音的法名 现在你是妙音居士 将来你是妙音如来 老阿尚 很有智慧 他都从无量寿经里面 来 给我们取法名 这也是释迦摩尼佛授记的 你好好依这个法名修行 最后都是妙音如来 因果相应 所以这个法名 是从无量寿经上来的 这确实跟一般 传授皈依 不相同 这样的皈依 是真正皈依 确实晓得 从哪里回头 要依靠什么 来修学 从 这一句妙音的法号 这个妙音就是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可以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 阿弥陀佛 依靠什么来修学呢 我们刚刚刚讲的自信三宝 依靠绝正静 依亲近心 亲近心就是亲近平等的慈悲心 用亲近平等的慈悲心来修菩萨行 菩萨行就是自己的日常生活 处世待人皆悟 菩萨行是三浮六合三学六度 五弦十愿 这是我们遇到老和尚的福报 老和尚这个行 菩萨万恨给我们拣选了五个行门 这五个就包含大藏经所教导的一切 刚举目章 让我们好受辞 我们成立尽忠学会 为诸位同修提供五个科目 这五个科目是具体的菩萨行 要从三福做起 孝养父母 奉事事长 慈心不杀 修事善业 这个是第一福 要真做才行 不真做的话 这里讲的诸天世人 不会恭敬你 一样瞧不起你 为什么 你只会念经 一样也没做到 所以鬼神 瞧不起你 不能说我天天在念经 天天拜佛 也受了三归一 为什么天人鬼神 还瞧不起我 是因为你没有儒教修行 只念经文 没用处 而且是我们懂了都没有去做 明知 知道了不照做 还犯一些过失 明知故犯了 反而罪故更大了 我们这个修行是开发性的 那地藏菩萨的表法 心地保障 从那里开发 跟三福 第一福非常相应 教养父母 从孝道 奉事事长 从尊敬老师 所以性德是 孝养父母 奉事事长 开发出来 你看整部地藏经 都在彰显 地藏菩萨在英地 对于父母 尤其提到的母亲的孝道 包含 承担起 释迦佛 承担起老师的 交代的任务 一肩扛起 这个是尊师 而且呢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对父母都不恭敬 要恭敬老师不容易 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 要恢复自己的 天性 父子有亲的天性 我认识一个朋友 都六十多岁了 感觉 他好像心上还是有苦闷 这可以感觉到 人假如心里 都没有什么 埋怨的 没有什么遗憾的 那个笑起来 是很开怀的 你心里假如还有事 要笑开怀 比较不容易 因为我认识这个朋友 很久了 快二十年的老朋友 最近 他跟我分享 分享的时候 光听音声 就觉得他身心清安 他说 他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还是很难快乐 就是跟母亲 还有隔阂 隔阂从哪里开始了呢 他还去把他找出来 他说就是七岁的时候 父母把他送回外公外婆家 七岁的孩子 你没有给他交代清楚 他不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 当一个小朋友不了解父母 为什么这么做 他会不会自己去想 结果他就想 爸爸妈妈说不要我了 当他起了这个念头 对他心里有没有障碍 我们当父母 当长辈的人 不能出心大意 这一点我接触好多 学传统文化的小孩 五岁六岁 就被父母送去学校 而且一送去 几个月都不能回家 一个礼拜只能打一支电话 那样的年龄的孩子 他能理解这些做法 那不理解的话 他心里会不会产生烦恼 教育是要知其心 才能长其善救其失 他的心的状态都不知道 我们到底父母老师在教什么 我们根本都变成 都是主观的控制要求 教育要倒而扶迁 引导不是硬拉他 我们不能爱里面商量 觉得是好事的去强势 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结果他成绩非常好 从小到大读书 明列前茅 可是为什么 因为他很怕妈妈不要他 所以他表现得很好 要赢得妈妈的肯定 他就有那个要媚 要惨媚的那个心态出来 他自己去找到了 后来他很开心 跟母亲聊这些事 他母亲都快90岁了 结果他也跟他妈妈傻娇 妈妈你要说你爱我 他妈妈说你都60几岁 大家不要着相 60几岁是相 你假如缺爱的话 那六七十岁心理还是像小朋友一样 需要爱吧 人成熟 那不是看外面的年龄 你看我们传统文化教出来 18岁就能当县长 在爱那么多老百姓 他不缺爱吗 所以老话上讲 我们学传统文化 第一个目标 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 我听了这个朋友这段话 我觉得这第一个目标很重要 这个天性没有恢复啊 你要再延伸到爱兄弟姐妹 爱家人 爱邻里相长 就比较不容易 好 大家可以去观察 那个不缺爱的孩子 很阳光的 他到团体里面 他都会主动帮助别人 好 师长接着说了 这方面我讲的很多 早课是提醒自己 我这一天要依照佛的教训去做 晚课是反省 想想看我这一天哪些做到了 哪些还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的要改过来 要努力去做 这样做早晚功课 就真正有利益 有功能 绝对不是早晨把这部经念一遍 念给佛菩萨听 晚上再念一遍 念给他听 早晚课诵就做好了 一天都没有缺 其实不但没有好处 还有罪过 抱歉 这个念经没有罪过 但你的存心有罪过 想想看 早晨在佛菩萨面前 骗他一次 晚上又打望骗他一次 一年三百六十天 天天骗佛菩萨 这是否有罪过 还有什么功德 所以鬼神瞧不起你 要知道 念了要照做 诸天是人的 才会尊敬你 唯摩吉经说 执行是道场 无需假故 做什么事 要真心实意去做 不是应付人 更不能骗 我们的心 不能那么狠 不能去骗 佛菩萨 广州光校寺 曾经有一位安禅师 他修行很认真 他每一天精静念 到了晚上就流眼泪 我又浪费一天 他已经这么精静 他还觉得不够 他功夫很高 有一天 在禅定当中 结果刚好门外 有两个出家人 谈话的时候 这个龙天护法都来了 过命多久 龙天护法走了 接着一些鬼神过来了 还有鬼神 对他们吐口水 是瞧不起他们 结果这个安禅师 因为他在禅定中 都看到了 他出来就问这两个出家人 你们刚刚整个谈话 谈了什么 我们一开始聊佛法 探讨佛法 结果马上感应了 龙天护法就过来了 聊了好一会 就开始闲谈了 结果就 主佛菩萨就走了 龙天护法走了 接下来就谈 哪个信众捐的钱比较多了 谈这些明文立养 你看鬼神都瞧不起 他们走过的路 还把他们的脚步都扫掉 所以我们学到这一段 鬼神瞧不起 这个我们要很警惕 因为我们持无量寿经 是要于我法中 得名第一弟子 我们要做释迦佛 做阿弥陀佛第一弟子的 最重要的 一教奉行 早课提醒 晚恨反省 那这五个科目 是不能再少 一定要做到 而且是每天每时 要照做 你看人与人相处 待人以六合 你一把六合忘了 没有做了 人与人可能就要冲突 要恐何无真 不可以虚于理也 都依这个为准神 这样才是修菩萨行 更具体的 更圆满的 就是本经所讲 讲的很多 更具体 更圆满 五科 只是纲目而已 现前所得的利益 天龙鬼神尊重你 一切邪魔 一切邪魔鬼怪 决定不会 侵犯你 真念佛人 阿弥陀佛前 二十五大菩萨 随护其人 魔不能干扰 所以念佛的人 着魔 你们想想 是怎么回事 妖魔鬼怪 沾到身上 诸天善神远离你 妖魔鬼怪 接近你 控制你 我们说 着魔了 你的修学 与佛所说的 完全相违背 天天念的是佛经 心里想的是 歪歪区区 你的思想 见解 所作所为 全是邪知 邪见 损人利己 佛菩萨讲的话 你一句也没听进去 一句也没做到 念经 欺骗诸佛菩萨 还自以为有功德 还想得福报 哪有这回事 学佛这同修 要明了 绝对不是经典上的话不灵 是自己误会 错节了 我们 这个没有遇佛法以前 可能也受 社会风气影响 做什么事都 做个表面功夫 学佛可不能这样 学一句 扎扎实实的 去做一句 若闻我名 受终之后 身尊贵家 诸根无缺 前面得福 是这一生的福报 广得他人的礼遇尊敬 这个是福报 而这个 第26月 是说 来生的福报 学佛的同修 眼光 总比别人 看得远 要看到 来生 这一生 很短暂 几十年 寒暑 一刹那 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 尚有 来生 来生 怎么办 这个问题 严重 能想这个问题 就很可贵了 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当然选择西方净土 轮回路线了 不能再搞 这是最有智慧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 十方诸佛都赞叹 因为你选择的 太殊胜 太好了 没有比这更好的 还不想往生西方世界 觉得人生还不错 人天两道也很好 你不愿意升天 来生再来人道 这不是生尊贵家 当然我们还是 这一生就要去 极乐世界 要所作以伴 不受后游 当然求生净土 也都要依照 无量寿经 依照四十八愿 依照五经一论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银河沙 铁钉要记住 佛交代的四一法 第一 一法不一人 一意不一语 一智不一事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尤其第一条 一法不一人 爱不重 不伸缩 伸缩 情子比较重 情子重 就很容易依人 没有依法 最近有听到 说看着老师 教他们的老师 看着他老师 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 无量寿经 有这么讲吗 其乐世界怎么去的 阿弥陀佛带你去的 这个 您受宗时 我以诸菩萨 众迎现其前 今虚间 极生我差 做阿弥悦志菩萨 你要一世之八愿 一无量寿经 你看你 跟这个老师 感情很好了 你就听他的了 看着他 就能上极乐世界去了 上去了 还能下来 哎呦 居然还很多人 很相信 这个都很容易着象 而且往往都是什么 求快 不老实修行 才会跟着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缘分 起交感 而且我听说 还是学佛好多年了 经经好多年了 还会被这样的说法影响 所以尽力 正知正见 离经一致 便是魔说 要很小心 要对照经典 好 阿弥陀佛考虑着周遭 哪怕这一生没求生的 只要跟他结上缘 他都父子 生尊贵家 这个尊贵 绝对不是 他的父母地位很高 家里有很多财富 假使没有道整 生到他家里去 还没长大 那家里就发生变故了 那不是父 福报第一是德行 祖宗父母积德 这个家庭 才是尊贵之家 身在好善积德的家庭里 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熏陶 一生不会有灾难 他存心善良 就不感到灾难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诸位要晓得 财富不一定是福报 所以五指五灵门 富贵 这个 有钱 有地位 有健康 有长寿 善中 还有一个就是 优好的 这是最重要的因 好善 好善 那当然会赶来这些福报 所以这个老人家开解 身尊贵家 最重要是有好的家庭教育的家庭 好 成德身体在恢复当中 所以不敢用力过猛 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